《以西节书》第37章 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 耶和华借着他的灵领我出去 把我放在平原上 这平原布满了骸骨 他带我在骸骨的四围经过 我看见平原上面有很多骸骨都非常枯干 他问我 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 我回答 主耶和华,唯有你才知道 他又对我说 你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 对他们说 枯干的骸骨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这样说 看啊,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活过来了 我必使你们生金长肉 给你们包上皮 又把气息放入你们里面 你们必活过来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我正在说预言的时候 就听见有响声 骨头与骨头互相结合起来 格格作响 我观看 见骸骨生了筋 长了肉 又有皮包在上面 只是它们里面还没有气息 他对我说 你要向气息说预言 人子啊,你要说预言 你要向气息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气息啊,你要从四方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过来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海骨里面 海骨就活过来 并且站起成了一支极大的军队 他对我说 人子啊,这些海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常说 我们的海骨枯干了 我们的盼望消失了 我们都灭亡了 因此 你要说预言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子民啊 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 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 带你们回以色列地区 我的子民啊 我打开你们的坟墓 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活过来 我要把你们安顿在你们的土地上 你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说了 就必实行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连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拿一根木杖 在上面写 犹大和那些与他一起的以色列人 又拿另一个木杖 在上面写 以法连的木杖 就是约瑟和与他一起的以色列全家 你要把这两根木杖连接在一起 使他们在你手里成为一根 如果你本国的人民问你 你不告诉我们这些木杖是什么意思吗 你就要回答他们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拿约瑟和与他一起的以色列众支派的木杖 就是在以法连手里的跟犹大的木杖连接在一起 使他们在我手里成为一根 你写上了字的那两根木杖 要在他们眼前握在手里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列国中领出来 又从四围聚集他们 把他们领回故土 我要使他们在那地上 在以色列的众山上成为一国 必有一王统治他们众人 他们不再是两个国 不再分为两个邦 他们必不再因自己的偶像和可证的像 以及一切过犯而玷污自己 我必拯救他们脱离一切被盗的罪 我必洁净他们 他们就必做我的子民 我必做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大位必做他们的王 他们众人只有一个牧者 他们必遵行我的典章 谨守实行我的律例 他们必住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们列祖所住的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以及子孙的子孙 都必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仆人大位 必永远做他们的领袖 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 是一个永远的约 我必坚立他们 使他们人数增多 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 直到永远 我的居所必在他们当中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的圣所必永远在他们中间 列国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是我使以色列成圣的 我但是许多数要有缽地 我今天没用 问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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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